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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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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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是想好了第一时间是送一个房子 去侦查对手 其实前期冲组损失一个房子 还是有所损伤的 但这样的话 我看人族的接这个机枪的速度 至少不是一个摆明了的双米 有可能在家里面会隐藏自己的战术意图 但是具体是什么战术意图 我们还不太清楚 我觉得后续会怎么样打 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 后续这边还在补充小狗和农民进行运营 而对手这边是比较正常的还在 还在正常的开局 还没有压制 911这边也是没有侦查 没有侦查对手的整体的开局 不知道对手有没有开机力 还是说现在在酝酿着一波rush 因为这样的话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看他是否 那个有没有rush啊什么的 因为他肯定是个双开 第二个兵应该是没有放 然后现在已经跑了 然后现在一个地堡 这个地堡的话让我很在意 他可能会出火车 现在我要造个地堡 然后我直播也快好了 现在整个局势来说 我是一个两框素飞龙那个打法 他这边的话应该会出火车 因为他这个地堡造的有点 有点让我觉得就是在隐瞒自己出火车的那种欲处 我们看一下吧 主要这边是开始侦查 侦查一下对手 有一个地堡 对手显然是一个防守型的开局 主要这一盘选择的是素飞龙的一个打法 素飞龙确实是在 这个ZVT里面也是一个比较成型的一个体系 这个素飞龙有可能会在前期的第一波飞龙出来之后 伤到 伤到人族的经济 或者说牵制人族的节奏 人族如果是选择的是什么速空头的打法 然后刚好是被这招克制 好 两个火车过来 9-1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两个火车 然后带上的是 后续的双开之后的两火车压制 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 9-1这边补下三基地 然后放下龙塔 放下龙塔 这样的话素飞龙的时间会非常的早 6分钟左右深的 深的二本 那这样7分30秒 7分40秒左右这个龙塔就会好 四火车压制在门口 看看对手到底是怎么样转型自己的科技 现在9-1找这种比较妖的点 为了把自己的军彩线外卖的扑出来 尽量的往外扑 两个女皇是不停的给对手一点点小的压力 自己的4-7好像还没有踩 9-1这边还在 充一点经济 4-7开踩 地宝扑出去 这样的话对于对手来说 他这样的一次进攻方式还是 无法压制住9-1的军坦的铺剑 而且这边是 数了一下农民数了就差不多 我爆了一波小狗 要把这波9-6个火车 这边转赶压了 对手火车爆的还是挺多的 想强烧地毯 结果没有烧到 哎 对手这里有点失误 他是想利用自己的一个建设 然后把那个我的军坦给你烧了 但是他没有没有准确地找到我的那个军坦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军坦没有被烧掉 好现在9-1速飞龙 已经是有6-7条飞龙在造了 对手的一波压制 哇机枪 机枪带火车的这波压制 其实对于9-1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挖跳 原来是挖跳 挖跳的话这样还好一点 因为飞龙马上出来了 飞龙配合着小狗 手这波挖跳 有可能刚好撞到对手 刚好吃掉对手 对手这边要墙上的话 损失会很大 把运输机先点了 运输机点了 哇这边还是有损失 但是运输机点掉 对手没有办法再进行挖跳了 农民拖出来配合飞龙 守着一波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对手的甩机枪确实甩得非常不错 好这波速飞龙是守住了对手的挖跳 整体形势对于9-1来说 虽然说不说有利吧 但是至少是卡过了第一波进攻 这波进攻至少还是算一个交换 比较值得的一个交换 现在觉得经济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飞龙数量已经开始攒起来了 军坦继续的往外扑 飞龙现在看能占到什么便宜 飞龙往里走 运输机也没偷到 当然这 能偷到这个运输机就等于是中奖 所以说这根本无所谓 这边看看 好 这边对手开始进行防守 9-1放下了自爆同潮和BV升级攻防 飞龙小狗数量挺多 现在就进入了一个9-1的骚扰的节奏 当然由于这两个点 我也随时9-1在现在的 并不是说 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 只是说占据了一个比赛的先手 9-1怕对方红头 在家里面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地宝 对手的第二波压制 压得很凶啊 这波压制 9-1现在是在家里面 外面变点独暴 然后是用飞龙压制 偷坦克 这个偷坦克偷得很好 偷得很好 偷掉一个坦克 对手现在是推不动了 这波冰可能要送在这里 对手的这波压制 虽然压得很凶 但是感觉来说有点貌 这波冰他接不上的话 肯定是会被玩吃的 飞龙的数量成型之后 偷坦克也是一把好手 只要看对手的阵型掌控 好 只要这边要准备包对手了 哦 对手的第二波冰接上来了 这又另说了 接上来又另说了 主要的独暴虫潮速度还没有提 但整体上来说 由于没有威胁到矿区 所以还可以忍 还可以忍 继续偷坦克 又偷掉一个 好 这个人族的推进 还是相当的快的 还是相当的快 阵型拉的还不错 给9-1还是比较大的压力 9-1继续上偷 继续上有什么 用飞龙有什么偷什么 截后援 截掉后援 截掉后援 不错 偷坦克 诶 没偷掉 这个还是有点亏 但是没关系 只要威胁不到矿区 能够压制住对手 当然是最好的 这又是一个落单的坦克 又要被偷 这个坦克 整体上来说 对手的坦克已经被偷的挺多了 而自己的9-1的矿 就打掉了 但是 这片矿本来也没有开采 所以说 还可以忍 现在继续的想找机会 把坦克偷了 就要再憋到了150多人口 就可能要一波正面A出去了 还在等独暴的速度 还在等独暴的速度 对手的压制 压迫感很强啊 一直在不停的压制 开始修地宝 想修地宝 猥琐这片 猥琐起来 他也知道9-1现在是两矿 要准备一波 农民是直接想开黄金矿 打赖是很凶啊 直接抵出来 就把黄金矿想开起来 当然9-1这边 肯定是不会给他开黄金矿 这个机会啊 因为开起来 这场比赛就没救了 继续地用飞龙 用飞龙不停地绕 但是对手的兵确实很多 9-1要盲目冲击的话 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麻烦 因为毒暴的速度依旧没好 坦克一炮 是炸掉了大量的毒暴 后续后续后续 这些兵很多 这边9-1是旺鸡身 毒暴速度了 哎 这边是多线各种受挫啊 现在对于9-1来说 黄金矿顶起来之后 基本上这场比赛 进入一个大连起 胜负手其实就是在于 刚才的第一波被对手把冰和上了 这一波如果对手没有和上的话 其实整场比赛 9-1还是非常有机会获胜的 好 后续对手现在 继续的接冰只要顶住黄金矿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看只要怎么样选择这后面的一个打法 当然我觉得这后面其实怎么样选择不好打 因为第一波冲击是被对手完美的抗住 想用虫洞 只要想用虫洞换家了 这是摆出最后一波的一个架势 因为要断对手的 出兵点 这个是必须要断的 如果断不了的话 这场比赛 将非常的难打 坦克继续偷 继续偷坦克 好 9-1这边是接第二个冲动放下去 好 对手是看到第一个冲动 看到第一个冲动 也许看不到第二个冲动 看到第一个冲动 没什么用 因为9-1这个冲动只是虚晃逆枪 全部回去 9-1这个冲动 现在全部回去 对手家里面的冲动 不知道解决没有 好 没解决 看刚看到 来不及了 对手家里面被一个双线冲动 是打乱了节奏 现在飞龙想偷东西 在场偷不到 看这个双线冲动 我觉得还是不能造成特别大的危险 因为对手家里面的防守 还是非常稳健的 好 后续现在对手依旧是压住这片黄金矿 由于这个安迪亚新港这个出生点位 所以说只要无论想进任何的办法 也是无法冲开这片黄金矿 扩大优势的能力实在是太强 现在对手是压了一波兵 主要是绕了一波兵 想继续换家 想继续换家 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手也准备跟他换家 这边 小狗全部冲了出去 但是相信对手这个人组的防守的话 这一波造不成太大的威胁 好了 就要打出极劲 这一盘比赛 这个人组打得相当的稳健 这场比赛 那个人组的确让我眼前一亮 的确他的那个开始的 不管是操作还是运营都很不错 这场主要输在那个 他那第二波压出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很果断地去包掉 而且我的那个 警报中速度一直忘记升级 这这很关键的 其实这个人组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在中师排名前一版的吧 好的 这一次也是感谢九耀 跟我们一起录制这样一场 谢谢大家收看